上个星期,一段通话录音曝光了 疑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跟公正党主席安华的通话 可谓是大马版的窃听风云 事件在延烧几天之后,曾经是安华亲密战友的阿兹敏 就来插上一脚,上演隔空互呛的戏码 曾经是公正党署理的阿兹敏,他昨天就说 以他跟随安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判断 他相信那一段录音是真的 安华就是主角之一,只要透过调查就能够证实了 而来到今天,对于昔日爱图这样的攻击 安华也不甘示弱,他就讥讽阿兹敏说 阿兹敏他在影音方面是非常在行的 然后他还笑着说,虽然他的回应非常简短 但是有着很深的意涵在其中 他好像是在说着,或者是在影射那一段性爱短片丑闻 随着警队一哥阿都哈密证实警方将开档调查 阿兹敏,他就讨论他,他就讨论他 他就讨论他,他就讨论他,他就讨论他 哈哈哈哈 安华的刚刚那番话跟那个举动 有很多事情或许近在不言中 那涉及巫统跟蓝眼大头的窃听事件 虽然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说那是真还是假 但很多政党的领袖是已经认为那录音肯定是真的 而且要两名主角出来做一个交代 不过公正党巴西古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他就从法律的角度来提出看法 他说安华跟阿末扎西是这场阴谋的受害者才对 需要担其举证责任的应该是那一群国盟的部长 因为是这些部长说录音是真的 那他们应该来证明啊 哈山卡林他本身也是律师 他发文告说至少有三个国盟部长 包括安努亚穆沙、祖莱达和阿兹敏 公开说录音是真的 所以国盟的部长就有责任去证明他们的说法 另一方面哈山卡林也质疑 马来西亚作为民主国家 什么时候现在我们人民已经没什么隐私了 他以这个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 盖世太保窃听政敌窃听人民的事件来作为例子 他就质问首相慕尤丁 质问首相的这个政府 是不是我们国家已经沦落到像当年这种地步了 他认为呢就算安华跟阿末扎西 他们那个对话录音是真的也罢 他认为这两个人不应该受到调查 不管怎样哈山卡林补充说 安华跟阿末扎西呢作为受害者 他们当然可以报案 但不代表他们必须报案 以法律的角度来说呢 当事人必须是自愿去报案 而不是被人强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人破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